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GSE遊戲情報組 我是你們的遊戲探員拉比 今集繼續為大家帶來 三四月份最新的中文化遊戲消息 除了會有一部日系恐怖遊戲 和即將上格的經典動畫 男精靈遊戲新作之外 還有重頭戲Sniper Elite 系列衍生作品 殭屍部隊死亡戰爭4 Switch版本登場 想知更多就要繼續看下去啦 恐怖遊戲緊張又刺激 令人無骨悚然的日本邪靈鬼怪 更加是不少玩家的罪愛 已經推出的二屆是一款 以日本民間傳說作為靈感的 第一人稱心理恐怖遊戲 充滿濃濃日式恐怖風格 你敢挑戰嗎? 二屆雖然是日本風格的恐怖遊戲 但其實它是來自於西班牙的團隊 Enframe所開發的 遊戲故事講述邪靈入侵了村莊和神廟 你要發生成為巫女直子 走入去封建時期神道教的神社入面 探索和揭開背後的故事 遊戲採用了經典心理恐怖遊戲的手法 令人沉浸在舊時的迷信當中 最令人驚喜的是 主角不單止是手無寸鐵 面對邪靈的時候更加無法逃走 亦無法攻擊 營造超真實的無助感和全身恐怖體驗 玩家需要專注留意發生在身邊的事物 用智慧來對抗一切阻礙以解開謎團 例如排除將為奇怪的聲音 和靈異事件的干擾 集中精神畫出符咒等等 你要記住無時無刻都要保持沉默 不要發出聲音引起邪靈的注意 二屆的畫面參考對照了真實生活 設計了一系列準確而且自然的動作 以提升恐怖遊戲世界的沉浸體驗 遊戲已經登錄了PS4、PS5和Switch平台 可不可以完成遊戲就要看你的膽量吧 不知道大家的童年裡面 有沒有藍精靈這部卡通呢? 如果你都喜歡這班戴著白色舞仔可愛的藍精靈 一定不能錯過這幅在4月14日 登錄Switch平台的動作冒險遊戲 藍精靈邪惡葉子大作戰吧 來自比利時的經典動畫藍精靈 六十多年來一直都深受大小朋友的喜愛 而今次這班藍精靈再次跳出螢幕 跑進去主機遊戲裡面 藍精靈邪惡葉子大作戰 講述無私假不妙 打算利用封層在魔法書裡面的植物配方 邪惡毒葉展開陰謀大計 這種有毒植物會產生邪惡毒濃草的種子 不但會困著藍精靈 更加會對森林造成嚴重的威脅 玩家將操控由4位為人熟悉的藍精靈同伴 所組成的隊伍 包括小美人、小壯丁、小聰明和小廚師 利用他們各自不同的能力 聯手擊敗武師 在路程途中 你要找出強力解毒藥的材料 然後用小精靈淨化機治療 被邪惡毒葉污染的植物 運用淨化機的跳躍、滑痕、急衝、吸塵 這些技巧跨越所有障礙 擊敗敵人拯救村莊 作品結合平台和探索遊戲的元素 玩家需要通過垂直關卡 並且在5個不同世界探索才可以解開所有秘密 你亦可以透過從走散落在關卡各處的道具 升級小精靈淨化機和恢復村莊的活力 事不宜遲 藍精靈需要你的幫手 快點加入隊伍 一起擊敗武師假不秒 這裡有沒有射擊鏡追擊精英系列的粉絲呢? 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衍生系列新作 殭屍部隊死亡戰爭4 遊戲將會在4月26日正式發售Switch版本 你準備好成為反抗軍殺絕邪惡的納粹喪屍兵團未呢? 這部第三人稱射擊遊戲 以暫身關卡續寫殭屍部隊三部曲的故事 你將會被帶回1940年代的歐洲 雖然喪屍希特拉已經被擊敗 但還有一班不死的喪屍群再次復活 你要透過升級槍械來操控火焰、閃電和神聖力量 以對抗這些飢餓和嗜血的怪物 遊戲最大特色當然是繼承來自 追擊精英系列備受好評的彈道系統 和最具代表性的X-ray擊殺鏡頭 當你成功在演出瞄準並且擊中敵人的時候 系統就會慢動作顯示子彈發射後的軌跡 同時也會透視貫穿敵人的瞬間 內臟和骨頭爆裂畫面一攬無遺 除了射擊之外 近身戰術和爆炸性武器也會觸發X-ray擊殺鏡頭 除了射擊之外還帶著爽快感 遊戲擁有橫跨南歐和其他地區的超大地圖 當你生存得越久 地圖就會變得越大 每個角色都有相對應的能力和武器改裝部件 玩家可以透過養成系統 在場地找升級道具 解鎖幾十種強大的技能和特殊攻擊 遊戲中有十多種特殊喪屍和不同任務系統 還會出現巨型殭屍鯊魚 怪異的Annabelle公仔這些令人無管動的彩蛋 你可以選擇自己一個踏上屠殺之類 也可以和隊友並肩作戰 喜歡喪屍片和射擊遊戲的你千萬不要錯過 今集先說到這裏 下集陸續有更多新遊戲介紹給大家 記得Like和Share給朋友支持我們 不要忘記按Subscribe訂閱頻道 再按旁邊的小鐘仔 我們下集再見啦 Bye Bye